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 雖然人還在北京市的 秦城監獄服刑 但他的寶貝兒子柏瓜瓜 傳出情定臺灣宜蘭羅東女兒 更傳出在十三號 禮拜三的時候 柏瓜瓜持著英國護照低調 來到臺灣 他這次的目的 是為了迎娶這宜蘭女孩 這薄熙來的兒子 柏瓜瓜的未婚妻 傳出是宜蘭羅東博愛醫院 第三代的千金 是這個羅東鎮的地方望族 那這次的提親的行程 他非常的低調 但是呢 柏瓜瓜到臺灣提親 一度傳出驚動了國安單位 因為薄熙來一家在中國的地位 非同小可 薄熙來呢 在擔任政治局委員期間 曾經是習近平角逐大位的 最大的對手 兩個人的民間聲望 還有中國共產黨內的聲勢 是勢均力敵的 但是薄熙來因為手下 王立軍的事件受到牽連 被雙開 也就是解除了植物 還有黨務 還鋼鐺入獄 但是他的寶貝兒子柏瓜瓜 尼幼的時候呢 就被送到了 英國跟美國念書 生活在海外 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 但自此呢 他的生活轉區低調 但是紅三代的身份 還是讓他成為追逐的焦點 那如今呢 傳出柏瓜瓜 成為了臺灣女婿 婚宴還可能會在新竹舉辦 引發了關注